朋友们好,咱们今天来聊一个特别厉害的工具 你就想,有没有可能只用一条线 就能帮你清清楚楚地看明白 市场上到底是多头说了算,还是空头占上风 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VWAP和AVVWAP的神秘面纱 我相信啊,咱们每个做交业的人 每次打开看盘软件,盯着那个K线图 心里头是不是总在琢磨一劲儿事儿 现在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个盘面 是买方更猛,还是卖方更强 你看这张图,它可不是什么随机的上下波动 这背后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 多头呢,拼了命地想把价格往上拉,闯出新高 而空头呢,就等着每一次反弹,想把控制权给抢回来 那在这场乱糟糟的拉锯战里 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看清楚谁赢谁输呢 我们得找一个采判 一个能穿透所有噪音,告诉我们真正平衡点在哪儿的东西 好了,第一个线索来了 就是这个叫VIP的东西 全称是成交量加全平均价 听起来很专业对吧,别怕,其实特好理解 它跟普通的平均线不一样,它特别看重成交量 也就是哪个价格成交的人多,哪个价格的发言权就大 所以啊,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 市场在这一天里大家公认的平均成本 或者说重心到底在哪儿 那这玩意儿为啥这么重要呢? 因为啊,那些真正能让市场动起来的大钱就是那些机构 他们天天就盯着这条线看 他们用VIP来判断自己今天买的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所以你想想,这条线自然而然就成了聪明钱的一个重要参考 但是,任何故事都有个但是,对吧 这个传统的VWAP,它有一个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 它记性太差了,每天都会失忆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 一目了然,左边是老办法,右边是新武器 老的呢,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 他就把昨天的事全忘了,从零开始算 但咱们今天的主角,毛定VWAP 也就是AVWAP,它牛就牛在,它有记性 我们可以让它从任何一个我们认为重要的时间点开始算 这一张图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演示 大家看啊,那条蓝色的传统VVAP每天都得重来一次 但是你看另一条前蓝色的线 我们把它钉在了前面那个高点上 你看,它就一直延续下来 完整地记录了从那个高点之后 整个市场的心理变化 这两条线,讲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对吧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 秒定VWAP 它才是解开市场多空之谜的那把钥匙 AVWAP到底强在哪呢 你看这张图就明白了 它把咱们技术分析里最重要的三个东西 价格、时间、还有成交量给完美地揉在了一起 它不再是单一的数据 而是一个立体的会讲故事的指标 这个锚定就是它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要把起点盯在一个地方 你想想,市场是什么 是人心的博弈 当我们把这条线的起点 设在一个所有人都记得的大事件上 比如说,一次崩盘的最低点 或者一个重磅财报出来之后的那个高点 哇,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条线一下子就变成了 所有从那个时刻开始进场的人的 平均持仓成本线 它就成了一个所有人都盯着的心理战场 好了好了 理论咱们聊得差不多了 光说不练甲板式 咱们来看看在实战里 怎么用这条线来看懂多头和空头的战斗 来,记住这个核心法则 非常简单 就像法庭上说的 假定无罪直到被证明有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AVVIP是向上走的 而且价格稳稳地在它上头运行 那趋势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咱们就默认多头是老大 别轻易去跟趋势对着干 咱们就用这张图感受一下这个法则的威力 大家注意看位置一这里 价格每次跌回到这条蓝色的AVWAPA线 是不是都像碰到了一个弹簧床 断一下就被弹上去了 然后继续涨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买家就守在这条平均成本线上 他们才是现在说了算的人 好,那反过来呢 规则也一样简单 假定有罪直到被证明无罪 一旦价格掉到了AVWAP下面 而且这条线也开始拐头向下 那就说明,哎 风向变了 控制权换人了 从这一刻起 我们就默认空头站上风了 还是这张图 咱们看位置二 你看,多头在这里没守住 价格啪一下就跌穿了AVWAP 然后你再看 之前还是支撑的这条线 现在反过来成了天花板 争了压力 这就说明 战场上的指挥官已经换人了 空头开始发号施令 AVWAP的好处就在这 它给你画出了一条 清清楚楚的除荷焊接 所以你看 AVWAP这东西 就像给你换上了一副新眼睛 戴上它 你就能看到之前图表上 那些看不见的暗流涌动 好 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这几点就行 第一 AVWAP能告诉你 多空双方谁的力量更强 第二 它本身就是一条 会动的支撑和压力线 第三 也是最牛的一点 它把价格 时间成交量 这三架马车结合起来 还让你能把它盯在最重要的心理转折点上 帮你站对对 跟对趋势 所以 最后这个问题 是留给大家的 既然现在 你手里有了这个能看清市场战线的力气 你打算怎么用它 来升级你的交易和投资决策呢 就是什么 不知不 ant官方的心理转折点上